那份糧是完全跟不到通脹 今天是完全是我們連供樓的首期都給不到 所以其實我們打這份工是很不適的 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自己大家 我們這些打工仔有留住 大家身體健健康康 但是少點東西 希望他做回 當年說要我們更多時間 賭收加班的時候 會加上這個人工的一個平落 就是希望他變回當年一樣 每個員工最少有5%的加薪 5%其實那些人說 你會不會很大上購 我不知道有多少上購 確實不是那麼高的工資 裝可才只有2萬元 有些清潔有些普通 只有1萬元左右 只有5%就是加幾百元的工資 加幾百元的工資 要求幾百至一千元的工資 是否很大上購 我就真的不知道這個要求是否很過份 跟著呢 我們知道六家國企 都有一個叫做房屋收貼的 但是就不讓本地人去申請 是嗎 是 為什麼呢 外地人同一間公司的員工 外地人就可以申請 而本地人就不可以申請宿舍和房屋收貼 這是不是歧視啊 是 沒錯 現在是不是要叛亂犯證啊 是 你住屋啊 不用租樓啊 是 我們都逼住了 是 是 是 人員有公司 人員有公司 廟室 出大口 廟室 就去那個 平人地區的地址 那我們就在這裏等等 他和他來這裡 中文字幕 李宗盛